大家好,现在是6月26日,星期三,11点25分 很快就月结了,即半年结,6月27日,明天 市仍然反复在18点边上落 本身原本有个假突破,但很快又收回来 仍然在旗里面,这支旗变成了一个横行的甲局 但横行甲局似乎冲又冲不上,冲过一次,下面就浪了几次 这种形态当然不是很理想,成交也没有增加 加上A股就回了一些,A股去到2934点上证 说回明天和后天可能做不到影片,因为我要出一出旅程 出一出外边,那边的WiFi我怕难搞 那我尽量看看明天就做不到的,因为还在飞机上 那星期五呢,就看看行不行,如果行,可能是下午的时间 香港的时间是下午,1点到2点的时间 所以明天和后天可能出不到影片给大家 那大家就自己努力,加油 至于指数来说,18,036点,现在跌了37点 那成交是439亿,来到现在11点半就不算多了 所以后市我都倾向于,就是说,它上来就阻力重重的 那上来的话,就150,18,200这些位置 就是上次见过18,200这些位置,就很难突破到的 那再上都是18,300而已,那边就是另一个 大一点的位置,就是0.382的位置 那下面就是这次的378点的一半,就是17,800 那看看17,800守不守得住 守不住,就要向下市低一点 那当然,这个如果再向下市低一点,应该就是 下个月的市 因为很快就已经6月,就是半年结就到了 那如果你是17,800再守不住 下面就是17,400,175那里 那里,我们看看这些图 这两条平均线的短期通道 过去这条短期通道,就一直都在上那里走的 那现在就开始越来越近了 那这里就是17,500这个位置 那而我第二条短期通道 第二条比较短的那个平均线呢 那是咬了下来的 小小轻轻咬了过来的 那当然,那条生命线呢 最短的那条就是下来的 下来呢,其实是可以有机会呢 就是交叠,就是死亡交叉 那机会都大的 因为其实差一点而已 是说的是,最短的那条是18,140 那另外那条呢 就是那个生命线呢 另外那条呢 就是17,930 那就是说的是,距离是200点左右的 那距离 那越来越小 那越来越收窄 那还有向下的 那所以走势上来说呢 就不理想的 那要再低一点 低一点打底之后才透的 那这个是日线图 那周线图呢 那周线图呢 那我先弄走那些平均线 那周线图呢 那周线图呢 就非常之 那拉大一点 那是非常之扁的 那支阴阳烛 那周线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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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回周线图的这些底部 较为高的位置就是在17,000那里 当然这17,000就再低一点 但首先就是0.618,174,75 所以环体怎么看都是一般的 所以你有红正59323 即是59323 19,268收回的就是不要平 这两天又开了 前天就平一平因为低 然后又昨天又开了 开了之后就不要再平了 让它先赚钱 因为它可以套着你的股票 这些股票下跌的风险 继续保持在那里 整体来说市场都暂时不太理想 至于60576也是 那60576就比较高一点 因为它是18,648 但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策略的 例如你有这个60576 如果它真的这两天真的夹上来 夹得高的话 如果它就靠近你的收回价 的话呢 你就退回到59323 那里 就是到时才退 你现在可以用这个也可以 那 因为它是没有可能过到18,700那头的 没有可能过到这个位的 所以就是两个策略 总之就是用共证对冲 那你手头上的一些股票 什么股票好一点呢 直博率呢 之前我一直说的那些都是好的 那譬如呢 就是铁塔 铁塔 铁塔现在9毛8指 那这两天是浪了在那里的 你看回那些小时图呢 其实也是浪着在那里的 那浪着在那里呢 就周线图都是漂亮的 一路都是向上 那所以这些就安全的 那当然如果你日中看到 好像昨天那 最低9毛6 那当然是漂亮 9毛6见到就非常高的直博率 那但是问题就是 见不见到9毛6 那意思呢 见不到的就是 9毛8、9毛6之间 这里呢 你可以 存回一些仓都可以的 那至于昨天讲的那只美的置业 那今天呢 就最高6.73 现在6.62 那这些呢 就前两段片都讲过的了 那你握少少没什么所谓的 那因为为什么握少少没那么多呢 因为始终如果他那个股东大会 如果不通过 因为呢 他这个 派5个9毛钱 现金 或者是换那个私人公司的股份 剥离地产呢 这个是双赢局面来的 是好的 还有呢 就对股东 现有股东 持有这个股份的呢 在这个价格来说呢 是绝对是有优势的 那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可以不通过的嘛 那如果有10%的小股东反对呢 那就会 是 会不通过的 那 也都赞成要75% 那所以呢 就这个是 有小小的 技术上的问题 那所以呢 如果他不通过 那当然他会 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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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虽然下去了 那你说看回长线呢 那当然他会有机会 再见回这些位置 因为始终他 本身没有公司的实力很雄厚的 一路其实以前都说了他呢 就是因为 他的资金很充裕嘛 那你们自己考虑了 那这个呢 就 量力而为 那另外呢 说回 386 三桶油呢 就是 中石化呢 就升少少的 挨近5元 现在 那有货物拿着 那昨天来说呢 都是 有少少资金流入的 那如果 那如果 因爲我 昨天的影片呢 就叫大家4.8.5买的 那现在就见不到的 那今天最低4.9 如果见到4.9 你可以考虑的 那至于港交所呢 那今天 255.6 那 那 昨天最低252.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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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片说过$254留下买,结果是见过的 最低是见过$252.4,在下午2点多的时候 如果你买了就继续持住 因为港交所看回中线一点 因为我看下半年的市场是好的 虽然现在这两个月的市场有机会再沉底 但是下半年,今年是好的 今年的低位是$148,00 $148,00 再加$8,000,就是$228,00 所以其实$222,00 这个机会是很大的 所以$388,00 港交所一定是市场好 如果在下半年,特别是第三、四季 第三季尾,第四季的时候 第四季的时间,就会做得挺好的 现在$200,00 如果要去到$280,00 到时市场好,就会很大 你当现在说到$280,00 就当10% 另外,它有3多的市场可以派 所以是可以的,很稳定 另外呢,就是之前说过的月海 月海呢,就在那打平走的 但是呢,大的资金没有走到 买入了之后呢,都是hold住 所以这个都是,这些位置有直播率的 那就抓住了 没有货的朋友,如果你想买到,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么,江大环境呢,为什么呢? 虽然市场要下跌,但是呢 有些股票未必跟着足 好像这些月海,就很难跟着下去的 那就相对安全一点 江大环境是破位上的,你看到 就是说,这几天都是推介的,叫你们买 这个很漂亮的 那又是呢,有货持住 没有货就... 因为它高了,你可以追少少 那我讲的目标位呢,就是... 在4元那头,现在3.97最高的 那4元那头呢,看看它会不会到时有压力 如果阻止呢 就会...可能又会回回一点点 打底,可能去回3.8,3.75那头 才整固一轮再上 要不然呢,就上冲呢,就是4.3 那现在就目标4元 那所以,现在这些位置就... 不上不下了,那就... 就无谓追了 近4元的话,如果你有货就减少少了 那另外呢,就... 在内房刚才那些呢,就... 另外1.19,1.23,这些都继续持住 这些都是有资金流入的 就不至乎... 华远置地都是有资金流入的 有些量就不太大 大的资金有少少流入了 那这些位置集结 那这些位置就... 都有一定的直播率 那至于汽车股又怎样呢 汽车股呢,新能源车呢 譬如比亚迪呢 今天就没有升跌 那这些牌呢 就... 北非特都在沽货 那公布出来呢,它现在还持有 大概是... 6... 6... 即是5.99% 那今天呢 就... 不是很见到它有出来沽货 那它现在持有5.99% 那比亚迪呢 最近都挺强的 那还有些资金是... 慢慢有轻微流入的 那... 但是都是那一句 等它回回一点 那我们不需要急 那如果要回呢 最好是回到225到228的位置 才考虑 畢竟市場仍然有上落 吉利也是在整固 這些位置也是買了要守 比亞迪電子正在回落 小的位置開始不太好 你看到如果畫趨勢線上去 其實它就是跌穿了上升軌 所以我們原本就放在36.4 那裏有沒有機會可以買 現在就要再看定些 不需要急著 至於高位電子都差不多景況 高位電子 高位電子 你看看 都是有少少 最多的平均線黏住的位置 其實它都穿了 曾經穿過 上升軌 這是什麼位置呢 就是我第二條平均線 在20.46元 如果你看看 20元這些位置守不守得住 將來如果跌下來 它還有10%會跌下去 到時才決定 因為它走勢上就不理想了 兩隻都差了 所以原本打算放進去 所以原本打算放進去 落少少的位置 現在就不住了 至於3968的內銀 都是站定的 沒有什麼資金流走 油儲也有少少錢流入 油儲銀行繼續看好 有貨拿著 小米又怎樣呢 小米又有錢流走 這些位置其實就是 這個平台 這個位置能不能夠守得住呢 如果守不住的話 就要再來到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就是我短期平均線的密集區 大概在15.6-16元那裡 就是說還有一個多元錢 我們先看看 這個位置呢 如果守得住 就到時再重新調整 這些位置是什麼位置呢 就是17元邊的 所以無論怎樣都好 它都要再落一點的 我們慢慢的 不需要急著 這個是小米 另外這些啤酒股 其實近期天氣熱 啤酒股又炒了 青島啤有些錢流入 這些位置都漂亮的 所以青島啤來講 雖然 你看一下它的下降走勢 就只是輕微升穿了 輕微升穿了 但是這裡你看到 有一個 的倒墊的垂頭 或者是一個清廷十字星 這個星期十字星呢 就成交量都不是太少的 所以其實會不會有短期見底呢 就上回來呢 就有機會的 我們起碼要用短期通道 短期通道呢 就在哪裏呢 就在這裏 這裏呢 就大概是五十五個六到五十六個一 這裏 那現在五十三個半 其實都是有少少 直播率在這裏 大概是四個百分之 但是記得你們買了貨 就找些紅症對沖 會好些 這個是一個短期目標位來的 這些都可以留意 那今天呢 就簡單點說到這裏 明天不會和大家做節目 星期五看機會 那下個星期就7月1號 7月1號之後呢 就正常的 那大家努力加油 有什麼不明白呢 我是WhatsApp那裏 我收到WhatsApp的 你可以在WhatsApp那裏問我 那我會 這幾天都答到你的 那大家努力加油 有什麼想交流的 就在WhatsApp 688-99-180那裏 那裏 那裏 多謝你們 今天呢 就講到這裏 記得按LIKE 按一次好了 按多過一次無效的 還有呢 這個頻道呢 有賴你支持 記得呢 多點介紹給朋友圈 叫你訂閱 訂閱之後呢 是免費的 訂閱之後呢 有個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 由新片告訴大家 多謝你們 拜拜 拜拜 拜拜